来看看这个没落眷村华丽变身成为新景点 这是云林县府推动国旅观光 整修湖尾空军眷村建国一村 把防空洞改造成了天幕电影院 结合VR科技历经了半年建制之后 宣布免费对外开放 希望能够吸引观光客 原本是蓝天白云一片祥和 但突然间 战争炮火蔓延整片天空 甚至敌方战斗机轰炸机在头上飞过 让人仿佛置身在战场中 我觉得刚刚看了那个影片之后 有过去的照片 然后也有动画 整个加起来就是 能够感受到眷村的这个气氛 云林县湖尾镇建国眷村的防空洞 现在改成天幕电影院 还有VR师女实境 让体验民众化身1950年代的飞行员 开着教练机飞向天际 感觉上就是一件小时候 就熟悉的邻居的叔叔伯别 他们在上面飞 甚至他们飞得很低的时候 下面要飞飞 建国眷村在日治时期 是日本海军航空队的军事教育基地 光复后政府接收机场和宿舍 成立了建国眷村 近年因为时代变迁没落 为了保留眷村文化 政府将当地列为历史聚落 重新改建却又保留原貌 今年更投入2000万元 将建国眷村改造成新的旅游景点 透过这种历史再造现场 回顾以往的这样的一个情境 去体验和平的一个珍贵 透过收复旧建物 并加入文创新元素 让原本已经没落的老镇村 不只传承老旧文化 也赋予新的意义 结果真玉林采访报道